大家好,我是Pol76的小室 近年流行用有線耳機來聽歌 在歐美方面更多熱潮 事緣是因為有很多朋友對True Wireless耳機有一點抗拒 首先可能會覺得音色未必不太好 或者會很容易不見,尤其是女士很容易不見 所以在熱潮底下,有線耳機慢慢開始應運而新 而今日和大家實試的Mercade Audio的Alba 正正在入門的分水量裏做了一款非常高質的入耳式耳機 除了有3.5和附送USB DAC之外 究竟在音色上又會是怎樣的效果呢? 是否能配合1299元的價位呢? 我們立即和大家看看 看看大家訂閱我的頻道 按鐘仔按全部 我們有家庭影院Hi-Fi以及Gadget的評測 希望可以通知到你 好了,這款Mercade Audio的Alba 出了一段時間的 老實說,一開始我完全被它的外觀吸引了 本身Mercade Audio除了這款Alba之外 它有一個比較有趣的產品 就叫做Edva 它的外觀和它是同一切 所以這款Alba其實儘管是入門級的版本 但外觀上,看起來也非常有型格 以及非常有設計感 而這個Alba其實在羅馬尼亞語上 是有第一道神光的意思 它們予以希望可以在一些無線耳機的朋友 可能已經玩獻了無線耳機 想再進一步去升級的時候 就第一道曝光 就是希望可以用到這隻Alba 去服侍它們 所以就會有一個名稱 桌上我會有一對耳機放在這裡 耳機線亦是跟著的 這個耳機線本身是一個3.5mm的插頭 基本上就適合了所有的耳機插位 另外還有四款耳膠 大、中、小和超小的版本 另外它亦會跟著這個USB Dac 轉3.5mm 換句話來說 你的手機通常都不太多有3.5mm 現在小生手上有3.5mm的手機 只有Sony Xperia 1.6mm 這個Dac 即是USB Convert to 3.5mm 是非常有用的 亦是可以幫iPhone發揮到 High-Res的潛能 所以這是非常重點的 好 外部的物件就放出來了 那耳機究竟是怎樣呢 我們來看看 耳機是用上新合金和陽極化的鋁金屬製作而成的 它用上金屬的物料 其實在Demming Factor 即是單元控制力上 可以做得更加勁力 而這個設計 其實也是跟他們的旗艦產品一樣 有星河的原理在裡面 當然啦 外觀也是型 這次就用上2-Pin 2-Pin 其實在很多IEM 來說 是非常多用的 因為始終是實淨度最好 耳機的導管相對比較長 在調聲上也有些幫助 耳機上的2-Pin 插位 非常貼心地用了兩款顏色來表達 一個是藍色 一個是紅色 坊間有很多IEM 可能自己本身品牌問題 或者是設計問題 就沒有什麼寫到左右 或者是一個方向 插座的時間 其實左右調轉了聲音 可能你一聽一排都未必知道 因為不是首首歌 都有這麼多納費聲的東西 但當你一些要定位的東西 譬如說你在YouTube看到電影的時候 你就會知道 噢 聲音原來錯了 這條線本身是一條同道銀的耳機線 墊線非常柔軟 相對來說 在配戴上的感覺會比較輕便 而最重點就是 它會跟隨USB-C 和3.5mm的交換線 所以大家只需要這樣插上 就可以接駁在iPhone手機上 就可以直接做到解碼 而解碼上來說 官方數字沒有寫到bitray 但我們之前在數據上 就測試到 在32B 384kHz的音色 可以做到解碼 但DSD方面就不可以了 所以這一點大家要留意 好了 現在就跟大家說完外觀 不如先跟大家說一下 這隻Marsay Audio的Alba 在技術規格上是怎樣 然後我會用iPhone Sumpo Max 試一試這隻耳機的聲音 這隻Marsay Audio的Alba 是一隻入耳式的耳機 耳機的單元 是10.8mm的動圈單元 響應頻率方面 是由15Hz至25kHz 靈敏度是109dB 左擴度是32kHz 線材方面 介面會用上兩邊CM插頭 一條1.2米的同導銀耳機線 配上3.5mm插頭 而隨機也會附送USB-C 和3.5mm的搭配器 亦用上導銀線 售價方面是1299元 戴上耳朵上 因為整隻耳機都以原位為主 所以戴上耳機的感覺是非常舒服 以金屬的外殼來做物料 但你都不會覺得重 所以右線耳機有一個好處 因為有了耳朵位置 去借一借力 所以在耳機的機身上 可以用多些金屬來做 用金屬來做耳機的House 其實在單元的推動力上 是會實質很多 這個事實 所以為什麼有這麼多師兄 都仍然覺得 True Wireless耳機是好聲的 但也不夠有線耳機好聲的原因 就是這樣 True Wireless耳機 因為本身多數都要輕 所以一定要用到塑膠的物料來做 而塑膠的物料最大的問題 就是有粗音 可以經過耳機 或是經過單元發聲時發出震動 所以為什麼True Wireless耳機 多數都要有主動降噪 就是因為它是用來抵消耳機 不能夠隔音的問題 好了 現在的消息 就是在iPhone上 找來Tidal 在Tidal內 聽一首陳建安 身後的黑膠碟 好好掛念這張大碟裡 其中第三級的歌 Tidal內 也有24bit 48kHz的FLA-C 現在的音壓 我只需要一半 其實聲音已經足夠了 所以有線耳機 有個分別就是 細節的位置是很彈性的 這類的音ертв感 不是一種厚底 可以滋 Beispielman 並比 Really 以中高音 不是 High-Res 版本,只是 CD 版本 16bit 44.1kHz 在高音位置,電子結他 因為這支碟錄的時候 聲音都取得比較刺激 你會聽到它是高中音為主 它的鼓很快很薄 在這支超級武器來說 都會聽到電子結他 那種尖銳的聲音 但會聽到刺激的感覺 但低頻來說,並不是很豐富 在iPhone 上的 High-Res 的感覺 都非常之重 之前用無線耳機試的iPhone 理論上,都會是低音、中頻向 低音向多一點的音色 很少可在iPhone 上 可以有一種細緻的高清的感覺 所以由USB 製造解碼 把整首歌的B-Ray 給予耳機 其實效果是有點不同的 除了用到它的解碼 來輸出聽歌之外 我亦想試試 在電話上直接用3.5mm 試試這隻Mersia Audio的Alba 究竟會有什麼效果 所以現在我會用Sony Xperia 1 Mark VI 直接把耳機插進去3.5mm 試試剛才的兩首歌 好,就插進去 值得一提 這隻耳機的隔音都不錯 現在我這樣戴進去 基本上我只能聽到自己的 在耳骨發出來的聲音 在Android 上 用這部Sony 手機 經過3.5mm 其實已經可以直接解到 HIRES的音效 但是音壓就要開大一點 要開到大概8-9mm 才有剛才的效果 但是低音就會增加了一點 比剛才在iPhone 上更多 但是高音依然保持著 這麼堅強 這麼硬 因為本身這首歌 錄音的時候 都是偏向這方面 在Sony 手機出來 低音會增加一點 厚一點 但是 都不是一種很深沉 很闊的低音 但起碼會比剛才 你會聽到低音單元 它的工作量會大一點 明顯地 直出力量沒有剛才那麼充足 但是在低音上 會比剛才用iPhone好一點 但是 乾淨度就是iPhone乾淨很多 現在我轉到Tidal那邊 找回安仔 安 Chan 你會聽到 因為它的中頻和低頻 今次在這部電話直出 它的圈染是多一點 所以你會聽到背景上 都會好像多了一些雜聲 尤其是這一首 這麼小樂器 這麼像清唱的一首歌 但相對來說 安仔的聲音就會伸前一點 會厚一點 你聽到它的感染力 又好像強一點 但最好的就是 其實它不用調整任何EQ 不用設定任何設定 其實它直出就已經可以出到一個 很乾淨清晰 和三頻都算平均的一種音色 這個音色相對比起其他很多 比較入門一點的True Wireless耳機 其實我覺得完全是兩回事 尤其是那種埋身 那種高存真度的感覺 因為這隻耳機 其實它的定位 都是希望大家在玩True Wireless耳機上 玩到驗 或者玩到想再要求高一點的時候 可以成為你第一個 進入有線耳機的一個發燒選擇 所以它的聲音的取向 事必是一定要做到高分析力 以及在三頻上是要平均的 這隻Alba 完全是沒有把低頻做到一個highlight 而它反而將中頻和高頻 加重力水 令到你會聽到人聲很清楚 當然不同的梳式有不同的效果 但剛才Sondi的調音 其實它是以中頻和低頻為主 但你都會聽到一個很清晰的高音 你會聽到一個很尖銷的高音 但放心就不是吉爾那種尖銷 你會聽到一個很清楚的高音 但當你要玩iPhone的時候 可以使用低音來蓋過一些失真 或者蓋過一些不夠beat rate的狀態 它又可以幫你完全改善這個效果 它是一個很乾淨很清楚的一種聲音的取向 所以這隻1299元的耳機 究竟可否成為你第一隻玩有線耳機的選擇 我相信大家都很值得去試一試 因為如果你聽歌聽得多 或者你聽歌用開的耳機 都不是一隻很滿足到你的音色的耳機 有線耳機其實是你的必然選擇 而有線耳機的前提就是 有這麼多款你去選擇 究竟哪一款是適合手機來播放 這隻很明顯地就是設計給一些 手機播放的朋友 而且它亦都跟著USB-C的一個 接觸器 這樣就會很方便到 無論是玩iPhone也好 玩Android的朋友也好 都可以一插就立即可以用它 用它來解碼 在這個音色上面 就可以確保更加乾淨微落 如果大家有什麼想問 可以在留言下面問我 我現在都會試多一段時間 試多幾天之後 就會把我聽完之後覺得的重點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 好了 今次的影片就到此為止 如果大家有喜歡的影片 請按LIKE 訂閱我的頻道 再按一下小鈴鐺 我們便會通知你們看